好 各位老师 各位菩萨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是关于菩萨出家纪念法会 然后因为今天到的是农历15号 所以我们等一下 武功的时候还要上一个祖师奉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时间可能比较短一点 那没关系我们讲多少算多少 没讲了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讲 好 好 那我们前一阵子一直在跟大家讲 这个修学佛法的智慧观照 有世修跟灵观的部分 那我们顺着梁宝灿的核心思想讲到发菩提心 那我们上一个礼拜的开始跟大家讲到 世向上世修的发菩提心 也就是所谓发世红是世约 还记得 众生无边世约度 烦恼无尽世约乱 法门无量世约 跟佛道无伤世约乱的四法 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这个 菩提心里面就有提到 这个世红世约其实是从哪里来的 对 是从世正地来的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大家介绍一个重点 就是其实我们像金刚经讲的 法无高下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那个修法的人 如果你今天是元基 元教元顿根系的众生 来修任何一个法 他都会把那一法修成什么 修成无上菩提 修成中道实相 修成佛性 阿亮多我三秒三不停 所以关键不再是法好坏 而是你人的智慧 你的开展 对于这个缘洗的了解 对空性的气露 到什么程度 你的智慧 心量的开展 经验里面叫做正量致敬 我们心智正量的智慧境界有多少 那我们上个礼拜有举了 圣曼忽然狮子吼经 还有这个大波涅槃经 来讲不同的智慧的人 他因为是不是能够见佛性的关系 也就是对于这个空性涅槃的质量 到底是究竟还不究竟的一个差别 而知道他对于法的受持 有没有一个究竟见识 还是圆顿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属于这个正量致敬的部分 那从上个礼拜的开始 我们就可以知道 无论是世神帝 还是十二因缘法 或者是其他一切的法 都一样 你不同的智慧 心量去修这个法 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有另外一个关键 就是跟我们的发心有关系 因为现在这样在讲土地心 所以这个就是你我们心愿的局辖 也就是我们这个发心的小 还是大 还是偏还是圆 而有不同的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到这个 用清朝的醒安大师 有一个劝发独立新闻 这个我们陈一郎和尚 有写过这个 劝发独立新闻的讲迹 这个是一个满显白的一个著作 你们有因缘可以翻阅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顺着这个劝发独立新闻 我们来跟大家讲 世间人的发心 一共有八种相貌 那我们在看这个过程 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 到底是什么样的发心 在修学佛法 好 那我们来看 清安大师就讲到 他说 华言金语 妄失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你摩业 好 这个是一个重点中的重点 一切的修法 如果你不是以菩提心做根本的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摩业啊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三界当中的人啊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理路啊 跟佛比较近 还跟魔比较近 跟魔比较近 这个我们要知道 就是我们的邪知见比较多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听闻心情 关键就是要去理解那个道理 然后来慢慢的去调整 我们的这个观念 透过听闻思维 而有一个正直见的一个建立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 好 我们来看 怀远近云 妄思辅离心 修诸善法 是为魔业 好 然后再来看 妄思善耳啊 旷未发乎 你如果妄思辅离心 都一定是魔业 更何况 没有发辅离心 好 这个就是开宗里 你讲得很清楚 好 来 那我们先把这段读完 故知欲学如来圣 也就是欲学佛圣 如果你要修学佛道 我们学佛都是为学什么 学佑成佛嘛 有没有要学恶圣身文 决绝人的发行 这个有因缘我们在谈 这样子会比较辛苦一点 好 必先俱八菩萨愿 不可还也 然心愿差别其向乃多 若不只成如何去向 也就是说人的发行有很多种 那如果没有讲明了 我们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怎么样来用心 今为大众略而言之 其向有八 所谓邪正 这样一组 邪的发行 正的发行 真伪的发行 第二组 大小的发行 第三组 第四个 边缘的发行 第四组 一共有八种相貌 然后再来 他就是解释 这八种相貌的定义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去看到 我们自己好像是哪一类 好 那再讲这个 我们就从头开始 来解释 这一段文 细讲他的意义 好 忘师 不离心 修诸善法 是为魔业 什么叫魔业 好 那我们来看陈观大师 他在 因为这个输出是华银鸡 离世兼平 好 所以他这个 陈观大师就有讲 所谓魔业就是什么 沉魔的业用 也就是魔士 魔的一个相貌 一个作用的一个显现 那为什么他会叫魔业呢 因为他外法界佳 上师法身 夭折闺蜜 也就是说 忘师不离心 他对于我们的心性 的耕耘跟开发 是有损害的 不会进步的 所以如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说你要知道 什么是魔事 魔业的话 那个续法大师 在弦兽无教语里面 他就提到一个总纲 他说 笨于此 此就是一切之间的缘起 因缘思想 会让你贪爱不舍 攻行不敬 善根不争 法性不显得 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就叫做魔事 魔业 所以我们就是记得 这四把 你看到一切 因缘缘起的现象 现前 因我们的缘 现起的时候 如果你会对他 一直有一个直取心 不管好的坏的 反正就是跟你相应 让你会起贪爱 然后相续去窜息 没有办法去舍弃 舍掉这一把的那个直念 或让你的这种 对于心性上的这个开发 没有办法更进一步 或者是善根不增长 法性不仗显的 这个就是属于 魔事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看我们的执着心 如果我们那个心念 很纠结 很黏着的话 欺负很强的话 那个就是一个 胖爱不舍 善根不增 法性不显的一种状况 其实很好一个判断 就是我们的心 是不是黏着 是不是一直 你没有办法放掉 这样的一个直念 一个念头 好 这个就是一个魔事 魔业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陈光大师就讲了 他说这个魔业 李世间品里面有十种魔业 皆能而善 这个而指的是虚伪不实 而善就是让你的善业不实 没有一个结果 不容易有一个结果 一遭天魔 就是对向外移也会感到这个鬼神 魔道的这个部分 魔业的部分 故为其业 那这边就讲到了这个天魔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天魔 那在我们三界 一界 一界 色界 五色界当中 在一界的第六天 最高的 他话自在天 跟色界的 四坛天 这个摩西手楼天 都有这个天宫中 都有所谓的魔王跟魔眷属 那因为他们是这个三千大天世界的世间主 所以世间主就总是因为 世间一切存在都是什么 都是他所拥有的 他所掌握的 其实我们人也有这种想法 那世间主更是这种想法 因为这是他创造的 那他看到人修道精进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担忧的心 他就会担心什么 担心我的眷属少了 我的宫殿要空了 总是会有这个忧虑 所以他不喜欢众生出离三界 出离这个说谱世界 所以只要有人精进发主提心 他就会怎么样 然而是修道要成就的时候 他就跑出来干扰 所以你看释迦佛 他八向神道里面有一项是什么 就是想魔 那个就是魔有内在的 那就是像我们如果法心不彰显 对于十项没有办法深入 刚才讲的那些贪爱不舍那些 那些是自己烦恼的部分 那天魔是属于外在的 外在的这个部分 他也会感召 如果你要修道 修这个修其如肉法 他也会担心你的成就 对他有所迫害 所以他也会做出种种的 亡乱跟妨碍 令我们没有办法成修出世的山灯 那这个就是 就是葬地圣道 吃这个仿生慧秘智慧的 这个叫天魔 那天魔有什么样的属性 特性 我们在这个大悲经的商族品里面 他就会提到 他就有一次啊 佛要入灭盘 要入灭盘了 然后有一个人 他其实就是 这个玉界天天魔 颇寻魔王的儿子 叫做商族 就是这个商族品的这个商族 那他呢 听到佛要入灭了 他就跑去跟佛求啊 跟佛求说 佛啊你为什么要入灭 结果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说短讲 佛入灭的原因 是因为魔王波寻去请佛入灭 那他儿子当时不知道这些字 他只是听说佛要入灭 他就很紧张的跑去找佛 那后来佛就跟他讲 因为你爸爸带你来之前 先一步请我入灭 那我应众生的一个缘起 因缘 我答应他入灭 那这时候 波寻魔王的儿子啊 就很担心啊 他就讲 他这段的叙述的经文里面 刚好把魔的性格讲的很珍惜 我们看一下 他说 世尊 上主讲的 世魔波寻啊 非是我父 非我善有 常求杀害 是我怨家大恶之事 看哦 常遇令我得不乐事 和和安稳 但作毁坏 不遇利益 这个很白啊 大家都可以看得懂啊 再来 世人 世魔与我 急欲作恶 毁谤天人 作大怨愁 常于如是 慧聚啊 智慧灯聚 慧光 智慧光明 大智明灯 这个讲的就是佛 要成道的这个圣者 常常会老乱这些圣者 欲求灭之 想要把他们毁灭 好 再来 有人不为义己身物 不为利益自己 而且还不为了利益他人 不为利益多众生 一切众生的原因 的因素 来什么 来发心的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摩的发心 他为了目的就是 不要让你成就 不要让你 和和 安稳 成就 究竟利益 安乐 不得乐死 当之即是 摩多许利益 再来 有人不为怜悯利益 天人 魔伴 阿修罗 沙门 佛罗门 一切世间的因缘 再来 不欲令和和 安稳固 欲令什么 退落 受苦恼固 而发心的 当之即是 摩多许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摩业 什么叫摩业 你今天只要有一个心念生起来 是不欢喜众生 成就善业的 就是摩业 人家众生有和和利益 安乐的事情的因缘 现前的时候 你的心 不是随喜的心 你是什么 见不得人家好 你生不管你生起什么 称恨心 嫉妒心 或是牵令的心 牵贪不舍的心 不愿意欢喜 去帮忙人家成就的 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都是摩业 这个我们的菩萨界 都有关系的 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受菩萨界 可是你看怀经里面讲的 这个摩业模式 通通都是什么 都是跟菩提心 菩萨界法 有绝对的关系的 如果你今天 不是带着一个菩提心的发心 在做善念的话 那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切众生 在三界当中 获得果报的时候 不完整 会有辖缺的原因 你要记得这一点 为什么我们在 常常受果报的时候 总是不完整 什么叫不完整 有了这一项 少了那一项 譬如什么 我们都希望富贵 我们都希望 长得庄严 下帽脚好 对不对 希望身强体壮 希望高大 希望会老少年 对不对 寿命很长 可是你看 我们在得果报的时候 是不是都具足完整 不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因地不争 我们不是一直带着菩提心 我们那个善根 我们那个善念没有根 不是菩提心的那个善根 而是我们是那种 一下子善一下子恶 掺杂 掺杂什么 我们的染污心 攀缘心 跟你自己想要欲求的那种念头 导致你修善的时候 没有菩提心设止 结果你破果报的时候就怎么样 就都不完整 你看佛菩萨破果报的时候 他是完整的 比如说他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相貌庄严 然后他怎么样 高大 那我们世间人呢 有的人布施 做广大布施 可是他相貌不一定好看 长得丑陋 其貌不扬 那有的 有大富贵福德 可是身材矮小 有没有 这就是过去你在做三年的时候 你要嘛发脾气 要嘛就是轻视人家 有没有 为什么会长得还小 你就是一边做福德 一边自视 自己很有威德 结果轻视人家 所得的果报 就是身心还小 那你为什么会丑陋 因为你一边布施 一边脾气又很大 脾气大的人 笑话就会长得比较不好看 真的啊 因为你参赛心啊 这是因果啊 所以中意识就是 为什么要有菩提心的色足 你为了菩萨是 你为了他 为了圆满一把 他会集所有的全心 去把方方面面都怎么样 都去圆满他 那我们世间人不是的 恶圣人也不是 所以恶圣人为什么叫做 素法身 吃素的素 把他恶圣人的法身成就 空性的证德叫做素法身 因为就像清汤挂念这样子啊 没有这些知具的庄严 叫做素法身 佛菩萨不是啊 你看我们的文殊福贤 身上都披什么 都披阴落啊 差别在哪里 菩提心的色旨 智慧的色旨 福德 具足 圆满 才有这样的一个果报 那我们世间人不是这样的啊 一下子战略不能坚持 一下子烦起来了 然后怎么样 脾气就来了 然后见不得你好 有没有 那个信念总是 在你行上 在你的生命当中 不断的去掺杂这些 掺杂这些烦恼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送果报的时候 都不完整的原因 然后我们又有时候 少事少业 少功德 少方便住 我们不会那么随喜 跟方便众生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果报上的 一个感召 总是有缺陷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阴地 多少都是带着过失的 所以这个我们 今天真的是时间不够 不然还要举一些例子 给你们知道 这个我们下个礼拜 再慢慢讲 就是关键你们今天 关于菩萨出家日啊 为什么所有的十方贤胜 出家 这是一个多大的 菩提心的一个发起啊 所以说今天我们 刚好这个姻缘 要记得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修学风法 都要带着这一份菩提心 你这样子以后啊 你不管是 有的人要求世间 那你就求吧 你有福报 你绝对求得到 那可是你要记得 如果你的阴地发心不正 没有菩提心的设置 你有菩提心 他不求自己圆满的 这样理解吗 那如果你要求 你就求吧 可是要记得 不要有任何嫉妒 不随顺 众生 利益安乐和合的这种发心 否则我们自己在三界当中 所受的这种 善业果报 就会有弱势 就很容易 不坚固 很容易 就怎么样 就崩崩塌了 就是这样子 要记得 把菩提心 修出善业 这个就是一个菩提 菩提的智慧 跟一个福德 乃至是一份功德 因为菩提心是什么 是对于空性 法性 的一个契路 这一切法工 是一个根本 所以你有这个 空性实相的智慧 根本来讲 就不会 闪失 也不会有缺落 这样明白 好 那我们今天 就讲到这边 那我们回向 因为我们等一下 要上好几个功 好 我们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福福 若有见闻者 西八菩提心 敬子疑报身 同身华藏佛 西八菩提心 三菩提心 感谢观看